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组长还有主任 还有各位学界还有产业界的先进大家好 我是南台科大多瑞系的主任张花成 那我来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应该是说跟现在 我们在讲ARVR体感这个直接项 我们就叫做大型多媒体互动娱乐技术研发联盟 那我们这个联盟从102年就已经设立了 那我先说明一下就是我们在做的东西 到底是怎么样领域 还有就是说这几年来我们在 这个VR AR体感这个领域里面 它大概的架构是怎么样 就不同这张图一样 那其实基本上最主要最主要的 还是在数位内容的这个程式 那在运用VR或是AR或是MR这样子的媒体形态 然后再加上体感科技 那如果我自己个人的感想 这些东西大概都缺一不可 那你想象你如果带着VR 你没有体感的话 你大概就想看 那你带着VR没有数位内容的话 那就没有东西 那所以呢 在整个我们所经验的这些产学合作案里面 这些东西大概都是包含在里面 好 那我们运作的这个概况大概是这样 我们有一个学校里面的技术核心 这个叫做体感内容自治中心 那这个也是跟智慧公司合作一起成立的 那智慧公司也是我们在联盟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伙伴 那我们的企业会 我们的企业会我们之间的互动 大概就是 其实不外乎就是技术服务 技转 产学合作等等 不过呢 在这个跟厂商互动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我个人还有我们的团队成员 在其中学习到了很多 就是我们从厂商那边学来 是什么呢 是市场的趋势 市场的需求 还有他们怎么样去行销 去把这个产品去卖钱 这个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所开发的 这些技术或是产品 要符合他们的需求 那我们提供给他们的服务呢 大概会有一些是一般基本的服务 大概就是我们会举办研讨 会做这个专业的咨询 会房产服务 那另外就是像委托开发 这个技转啊 或是设备租借啊等等等等 那我们最近呢 有提供了一个叫产品试炼 那什么叫产品试炼呢 因为我们学校呢 在这个台南无矿园区有一个对外的 的一个产域 那是收费的 所以呢厂商 我们的这个会员呢 他们的产品 初期也可以放到这个地方来 那我们有营运的人员 我们也有做这个 他营收分析的人员 那我们大概有 蛮多这个厂商 这个一直在支持我们 然后也受很密切的互动 好那我们大概整体 以这个中心 以这个中心来讲 他大概发展的这个样子 我们是在 当然过去也有一个叫做 这个实验室啦 我们从这个实验室为基础 发展成这个中心 那中间最核心呢 还是研发的部门 然后呢我们有这个人才培训 跟这个营运的部门 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直接去做商业营运的部分 这待会会再说明 然后我们有所谓的卫星企业 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 就是我们已经运作了五年了 那我们有很多的学生 从这个地方毕业了 那他们也去成立了新创公司 也继续在跟学校 跟这个中心做密切的配合 这个还蛮重要的 那另外就是产学联盟 就是我们的这些会员的伙伴 好那大概产学合作的时机的话 以目前来讲 一些比较重要的 就是像这个Acer 他们最近要推出的WFR 这个HMD 那我们也跟他们做成了合作 那大概也就是 9月1号到6号在柏林的EFA展出 那里面呢有搭载我们最新帮他们研制的内容 那另外就是最重要的跟智威的合作案 那当然智威他们的体感的设备比较特别 那我们必须针对他们的一些技术规格去开发内容 那这个不方便全部秀出来 就是局部 那这个呢是智威公司的一个新的产品 是大型的体感设备 那他也是一样是带这个HMD的 那我们帮他开发了一个内容 叫做讨一口新基地 去用他这个平台去模拟 是云霄飞车跟这个大木神 这样子的体感 这样子的经验 那结合上一些数位内容的设定 那另外呢有在 这个跟国家图图馆合作的 那我觉得这个也蛮有意义 这个叫做用VR乐队 那我们把那个 这个三百年前的一本邮寄 叫做厉害记 然后把它VR化 也就让我们可以带着VR去回到三百年前看 那时候他看到的样子 这个比较小一点 这个是现在的这个安平古堡 那我们把它 这个也是在叫做重现 必死现场 这样子的议题里面的东西 那另外就是这个 刚刚有提到MR 那MR如果 因为大家都是业界的 这个对这个比较熟悉 那个微软HoloLens到现在可能 不是一个会正式上市的产品 那在MR的部分 其实是我们认为是最有产业应用性的 不过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很好很好的产品 那我们呢自己研发了一个 HoloLens大概一组 光这个HMP就要12万左右 那再加上它的电脑大概在20万左右 那我们是开发一个用手机的方式 跟这个现实的空间结合的 这样的一个产品 那这个也已经有专利了 那另外呢 还有跟智威在台北俄同乐园的一个 开发一个比较简单的 用这个VR去看海底世界 那另外呢 也有厂商委托我们去开发一个VR的高尾福球的 这样的一个系统 那这个呢 不但是把高尾福球VR画之外 那它还是同时可以多人 然后呢通过网路连线 最终它要做到可以比赛 这样子的样子 那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是 我们在VR的部分呢 因为现在VR大概它的产品形态 也不是一个很成熟的样子 就是现在的获利模式呢 大家都还在琢磨当中 那我们呢 把单人的这个VR的形态 我们加上了几个元素 一个就是多人连线 那一个呢 就是电竞 把这样的元素加起来 这个是我们在几个展场里面 所办过的这个VR的电竞比赛 那在这个9月10号的 就是台北俄里面呢 他们邀我们去做开幕秀的这个表演 好 那其他的大概比较 比较小型的一些专案 比方说这个是结合 我们国内的这个IP 重甲基层 帮他们开发一些VR的应用 那这个是马来西亚的厂商 委托我们所开发的一些应用 好那上面讲的大部分都是现在 从105年开始个人化的VR设备 那我们在过去其实就做了很多VR的东西 包含 比方说像这样 这个看起来是比较过时一点 不过呢 他是同时可以容纳四五个人 去玩的一个VR的设备 这个是环形的一个互动营幕 那我们做了很多的 很多很多的加上T的加上VR的应用 那不过呢 这些是比较适合在一般公共的场域里面 比方说像博物馆啊 或是像这个科工馆啊 等等这样子的地方 他的这个商业的模式呢 跟前面介绍各个化不太一样 那还有其他像AR 然后或是其他什么浮空投影 这些的应用 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我们在台南文医院区里面 我们有一个VR体验馆 那这个体验馆是把我们研发的VR的 这些相关的产品都放到这里面去 那我们呢也是老师跟学生去经营 不管是管理或是当店员 都是由我们自己来 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学生在那边直接就可以得到消费者他的回馈 他会知道说 哦原来什么样子的东西消费者是不喜欢的 比方说我们发现如果在这种产域的时候呢 你的VR不能只有VR 你要让走过去的人知道他在做什么 比方说我里面呢 是在这个打怪也好干嘛也好 你一定要让他知道 不然这道事不会有人来玩 好 那像这样子的这个经验呢 我们获得了蛮多的 所以这个我们也提供我们的厂商 像这个眼界科技他们几个应用也在我们里面做营运 好那我大概分享一下 因为本来以为今天比较多的都是这个学界的伙伴 那我大概说明一下 我们过去怎么样跟厂商来达成合作 那第一个呢当然就是要不光要让厂商知道你 那要怎么样知道你呢 透过竞赛 竞赛如果呢你的这个学生 老师学生呢 有发成果可以得奖的话 那是非常好的机会 还有参加展览 还有呢不少也是厂商自己在网上搜寻 搜寻到他就会来找你 所以呢要在网路上面 像我们其中很早期的KPI里面就是要把网站弄好 那再来呢就是透过学校的文章 那学校大概都有像研发处啦 产学处这种单位做媒合 那跟一些像测进会啦 支撑会也都帮助了我们不少 另外就是主动出籍 像有些例子的话是 我们自己呢跟厂商敲定好去做拜访 那这个我觉得也是还蛮不错的 那另外就是说可能时候不会有直接的 厂商找你就是有大的产学合作案 那可能会是先有一些小的开始 那我觉得这大概也就是培养互信的一个开始啦 就是厂商要觉得你是对的人 他后面比较大的这个机会呢才会找你做合作 然后如果呢要写产学合作计划的话 第一个主持人自己很了解这个游戏规则 比方说开发型的是补助多少啦 应用型的是补助多少啦 他游戏规则怎么玩 那然后呢针对厂商的需求 我们把这些计划最佳的部分呢 把它做成一个建议给厂商 然后当然自己要对权力义务出资的金额 这个都要有很清楚的共识再下去做 那不然这个很容易会有一些大家不必要的误会产生 然后呢在计划署里面第一个 我认为应该就是要强调研发的市场性跟基础价值 那第二个呢要强调合作厂商的参与能力跟程度 如果厂商只是只有纯粹出钱 那也不是那么样子的好 就是他可能有某些样的活动啊设备啊人员啊去做参与 然后强调他的具体的研发成果段说 我们会研发出一个什么样的产品 或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 这个技术可以用到哪里可以卖到哪里 好那我执行这些计划收获呢就是 真的可以这个越来越了解这个产业跟市场的运作跟生产 这个对我们后续一直在执行产业合作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因为你后面的研发的方向才会是符合大家的产业所要的 那第二个呢就是东西产业的训练是一样的 然后呢你的研究就会比较具备应用性 我觉得这个是还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然后呢可以有效的去研究跟商业化的能量 这个我是在讲那个小联盟里面这个这样子的机制 因为它让我们可以存不是私房钱啊 就是我们研发的一个小水库 那这个部分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它可以不会那么僵化的 因为我们现在的计划案是 计划案是什么 你只能做什么 那我都不能做 可能现在不是厂商要做的 可是可能是未来两年三年它会要的 那我可以运用这样子续期的这些经费啦 或是什么去做这件事 那第五个呢增加个人说 我这个比较不会演的讲 因为大家如果去执行一般的研究计划 比执行产学合作计划要简单 大概我觉得一百倍吧 但是呢就是 如果我纯粹的产学合作计划是 只要五万块就好 你可能会搞得非常 就很难结案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呢 为什么我们会要那么辛苦呢 在产学合作计划里面你可以编列 像计转 或是像你的主持人费 只要市场当初以前的应该是都可以啦 应该是都可以 所以呢 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也是增加老师们个人收入了一个很好的途径 然后第二个是困难 第一个就是说老师们对市场跟产业资讯的掌握啦 这刚刚有讲 因为老师都是在学校里面嘛 透过跟这些厂商的互动 我觉得可以教导我们很多 然后另外就是学校 业界对学校信任度普遍比较低 这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老师们就不是在业界上班 老师们有老师们自己的事情 然后在这个搭配上面呢 或步调上面可能会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 那这个很多厂商在执行完这个产业资讯之后呢 会对学校比较失望一点点 因为比较不像他跟对厂商这样子 那这个也是 我觉得是我们学校老师们应该可以再提升的地方 然后另外就是带领学生的严格难度比较提高了 因为现在学生的自主性比较高 然后呢有很多你请他帮忙的地方 他未必能够全力的去投入 我想大家都在会心理校 然后整合理 像这个是多领域的整合 这边呢是会真的比较困难一点 你要有数位内容 你要有体感 真的是不容易 还有呢学校的节奏 跟比业界慢很多 然后另外就是 我想这个大家也会会心理校 尤其是今年 你要拨钱 也一个学生都要花费很多很多的行政资源 好 那最后呢给大家建议 第一个要从市场的角度来出发来思考 我的研究呢是不是有市场性未来性 如果是要做产学做的话 然后呢自主研发 你的像刚刚讲的你的行盖的东西能做的东西越完整的话 跟厂商达成合作的机会我觉得是比较高的 然后呢主动出籍 然后呢这个回归限制 如果是要成学合作的话 你的研究是要为厂商获利了 不然厂商为什么要拿钱跟你合作呢 好 再来就是排除障碍 学校会有很多行政上的问题 我们老子应该是自己要去解决掉这些 然后呢要有业界的步调 要跟上业界的速度 然后呢就是要寻找真正有智隆道牌的统治 还有学生团队 好 我的时间到了 以上是我的报告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